七爹 您得拼住 弯哥 什么情况啊 我 您有个isés 干吗干吗 放开 干什么流伸来呀 如果您確保长官 判断高兴 他变成这个案件 什么呀 他说陈队跟你一起 入书到家有关 这什么呢 你一人 你们所有人都准备了 大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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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许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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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老板 是我 秀秀 你怎么来了 老板 有事啊 秀秀 秀秀 如果你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我能帮忙的 我一定帮你 老板 喝点酒吧 你也来点 为什么呀 好 好 好 高兴 有高兴的事 有什么高兴的事 说说 什么也别说了 我们睡觉吧 睡什么觉 老板 我帮你脱衣服 秀秀 你别这样 你这样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了 怎么相处 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秀秀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是不是喝多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 你知道吗 你不喜欢女人 还是你不喜欢我 不是 咱俩不合适 我都这样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呀 秀秀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不要这样好吗 说我不会有吸引力 对 你看不上我 不喜欢我 秀秀 我不是这意思 你年轻漂亮 任何男人都会喜欢你的 但是 我就只能动动心 真的不能再干 干别的什么了 为什么 咱坐下来好行吗 对 坐下慢慢聊啊 来 咱俩 晓晓 我都明白 都是人嘛 人哪 都在争夺资源 尤其是男人 赚钱 住大房子 泡妞 但是我们都忘了 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如果你占用资源 不能充分利用它 那就是卑鄙的浪费 我在讲什么呀 对不起啊 我这人爱说一些大道理 其实秀秀我就是想说 你现在很年轻 我这人生活单调 没有情趣 我没啥意思 我配不上你 我不管你看上我什么了 但肯定跟我这个人 没啥关系 是吧 如果 如果 我为了 这点兽性的占有欲 我跟你做了那个事 我这 这大把年纪了 我是不是太恶心了 我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秀秀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性 你应该受到别人的尊重和呵护的 我怎么可能 我怎么敢对你做下那种事情 你真的是我 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是我见过最好的人 要不 我先送你回去吧 爸爸 你觉得我来应聘是偶然的吗 不是的 我是故意地接近你 有人觉得你有钱 想要绑架你 对不起 我欺骗了你 但是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 你一定要自己多注意安全 是 我得走了 是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有人要绑架我 你得把这事跟我说清楚 别让我着急行吗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你不能再回到以前那个地方了 你听我呢 先留下来 喂 谁啊 喂 二马哥 是我 老鱼 秀秀来我办公室了 他跟我说 有人要绑架我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空姐 我听说你会有语 年纪也不大 我只是翻译 年纪也不想要 好 那为什么你们来到区术 你去国家 我们只是商量 我们来到购书 好 好 你可不可以告诉你们 谁这些人 你却做什么 二姐 报警 这事就是够狠的 问题的关键是 现在咱们五个人都给抓起来了 没有人通知组委 让他想办法救他们出去 那就只能等明天了吧 我就是担心他们不会让我们 舒舒服服地把今天晚上过去 我倒是听上他们 而且他们 都会说什么话着呢 听说 可能你能说什么 可能你能说什么 你能说什么 我当然不得不认识 我不是说你会不会有什么事 我不是说你会帮忙 我说我语言 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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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你语言 我语言 我语言 你语言 来来来 我那是你 我来来 来来 来来 你语言 你语言 这些人是我们的小伙子 看来来 我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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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语言 我语言 你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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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语言 我们再封锁 你语言 你语言 你怎么认识呢 那你那是你的女人 你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 你别急 你不怕你 你好朋友 我去听你 我听你听我听你听 你听你听我听他听你听你的手 我听你听你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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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是的 我认识 我认识 對,當然了,你怎麼說 看什么啊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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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病了 你没事 翁哥 多谢啊 我们在里边正没辙呢 你是怎么给我们弄出来的啊 我知道你们遇上大麻烦了 所以我托了个朋友 找的什么人呢 一个商会会长 商会会长 市场上来了一群俄罗斯人 收管理费 但维持着基本的秩序 你们听说了吗 好像听说过 我找的是他们老板 老板哥 你有点道啊 什么人都认识啊 他叫李东平 有一半的中国学统 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谢谢你 要不然 我们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实话实说吧 我也遇上事了 要不然呢 我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 把你们捞出来 怎么了 什么事 老鱼 老鱼 谁啊 我 二马 老鱼 老鱼 这也是我的朋友 他们是来解决那件事 我跟你说了 这事你别乱说你 老鱼 我们是警察 警察 你们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人在里边了 我就是想找一番秘 二马哥给我介绍了秀秀 我一看这条件确实不错 人长得比较 有董格文 诺斯科大学的 你就留用他了 对 我就留着用 我就留用他了 二马哥 那天我是跟你派来的人 我们一起吃的饭吗 你有没有发现 他应聘之后 有什么异常啊 那都没有 就是刚才 他突然跑到我办公室来 他 他想和我 想和我那个 病了吗 明白 我一天 我一天就 在那儿长得不合适啊 我就拒绝他了 他就突然哭了 他突然跟我说 是有个叫牛震的 派他来接近我 目的是想绑架我 修修有没有跟你说 他跟牛震的关系啊 没有 能不能把他给叫出来 我想跟他聊聊 好 这会儿他应该睡啊 要不我去看看 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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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他们是警察 你让开 你跟他们把 要绑架我的事说清楚行吗 你让开 修修 你别这样 修修 修修 我们正在办案 希望你能配合我一下 你现在是要抓我吗 我为什么要抓你啊 如果你要抓我 现在就抓 如果你不抓的话 我就先走了 修修 修修 你躲 你放开 我上次就觉得你心里有事 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你现在就这么回去 牛震会怎么对你 你自己想想 我上次跟你说什么 还记得吧 做正确的选择 没想到还遇上这样的事儿 就跟故事会里写的一样 二连 要不咱们直接进去问吧 还是等苏林来吧 可能有些微妙的感受 只有他们女儿之间 才能互相理解 我发现你特别不理解 你当成人感受吗 真的 老佑 你没学我预审啊 都还老师了呗 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姐 她们今天晚上都问了你什么呀 问咱干嘛的 我说咱们是商人 人不信啊 就问了你这些 哪儿勒着脖子威胁我 说要把我跟那些俄罗斯流氓管一块 这叫什么话 应该就告诉你 是吧 除了这些 对盗窃的事他们什么都没问 一点没提 人在哪儿呢 我在来的路上给你买了两个面包 你饿了吧 谢谢 用不着 咱俩年纪差不多 所以我想着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用有什么顾虑 我可以理解你的 我知道 不该对别人的生活平头论卒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你帮牛正做这件事 是自愿的吗 你放心 就算你有什么违法的行为 只要能帮我们抓到牛正 我们一定会申请酌情处理 归分结底 你也是个受害者 我说姐姐 你能不这么假惺惺的吗 我刚才要是说错了什么 我向你道歉 可是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的 也是真实的 你要相信我的人品 我都不认识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是警察 你是警察又怎么了 是 我知道 只有你们这种生活得幸福美满的人 才有资格做个好人 姐姐 姐姐 你有男朋友吗 还没有 你呢 你过得不幸福吗 你知道 长得漂亮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是可以说自己丑 一个漂亮的姑娘今天说 我丑死了今天不想见人 没有人会说什么 可是相同的话 从一个丑八怪的嘴里说出来 就会被笑掉大牙 我真羡慕你 能把不幸福三个字 说得这么轻松 我不明白 因为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 可以说自己丑得漂亮的姑娘 难道你的美貌 没有给你带来幸福吗 你觉得有吗 如果我幸福的话 我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难道我自己不知道 我做了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吗 难道你们以为 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我自愿的吗 你们什么都不懂 给 我我本当不懂 我要去做这些事情 你还要服务了 在中文中的密尸 到处纸的时候 我爸就进监狱了 是经济犯罪 没过两年 我妈要改嫁 不管我了 后来是姑姑把我接到她家 一直到上中学 上了中学之后 我就没那么听话了 喜欢去台球厅 舞厅 还喜欢滑汉冰 后来姑姑功夫知道了 说我丢人 我们就大吵了一下 我也回不去了 我就住在同学家 再后来就是跟男朋友住 我的名声越来越不好 姑姑连找都不找我了 可是这是我的错吗 怎么样啊 你这个瓜子炒的都不如骨贴啊 什么啊 不会吧 你瓜子不得这个忘了 真的 这个你去那儿 你去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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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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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喂女儿 一个人啊 巧了 我也一个人 想玩人 干吗呀 沟通一样子 有事出事 别逗拥脚了 爽快 开个价子 多少钱 去你妈了 你妈多少钱 我咋聊鸡眼了呢 你骂我妈 你先把我打你 啥呢 哥们 要动手打女人啊 你谁啊 这么漂亮一姑娘 你也舍得动手 关你屁事 脾气还挺大的 爷 我在这边我就没怕过谁 你今天要想英雄救美呢 我给你解释 是啥呀 你个隐呢 我今天 就想英雄救美一次 大哥 误会呀 误会 误会呀 误会 大哥 误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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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牛真对我很好 步骤也很大方 我们刚认识没几天 他就给我买了几千块钱的东西 后来我才知道 他刚从监狱出来 那钱 是他家里凑给他做生意的 可是他都花给我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被他紧紧抓在手里 我离不开他 可是牛震 牛震 他 他就是个神经病 他每次 他每次都要打我 只有打我 他才能满足他自己 那你就这么忍着 那我还能怎么办呀 我也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的 那种生活中去了 你要不想办法改变这一切 这辈子就这么毁了 熊熊 刘震派你来 就是想找机会 对老渔下手对吧 如果他知道 渔总是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他早就会动手了 这样 我们就用老渔当幼儿 你帮我们把牛震给引出来 我当幼儿 我没听错吧 不是 我是个商人 我做不了卧底 我会露馅的 宝玥你先别紧张 我们会确保你的安全呢 不不不真的不行 不是我 我再说了 我找你们来 是来保护我的是吧 要早知道他现在这样 我还不如早点跑了我 真的 再说了 这活不是我干的是吧 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你们看这样行吗 找个人来假扮余总 反正牛震也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 干我干吗呀哥 我肯定是不行啊 我来不了商人 我是小伙儿 能看我呢 我也来不了 我平时画手我演不了陶宇 再说这 这你行 装他俩这是 你们看我干吗 别误会 没别的意思 这么忙啊 我愿意帮 但是保齐呢 让人给认出来 在莫斯科啊 认识我的人啊 太多了 看来咱们这些人里边 能替代老鱼的 也就是我跟老郑啊 你 不行不行 太少气 毛头小伙子 我还不够老成啊 你这差点硬 啊 顺一点啊 不过还觉得我长得 挺成熟的了 二雷啊 你这是长得显老 知道吗 二者是有区别了 老鱼 老鱼 你最有安全 你觉得我跟老郑 我们俩 谁演你也比较合事 说你是个部门经理吧 还是比较可信的 行行行 好吧 那老郑 你来装老鱼 好吧 好 小凯 小伙 你们俩给老郑当保镖 得嘞 好 这是啊 你要的东西 一共二十张 全部是执任了 朱三的中国人 就这些没有别的了 还要什么 照片以外的其他人 没有没有 所有的人都在这 好吧 谢谢你 鲍律司 为什么选你在这儿见面 有一位老师傅跟我说过 人死了以后 头发和指甲还会再长一段时间 你说什么时候她才会停止啊 什么时候头发和指甲才会意识到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好 二姐 有那几个人有 我仔细看过了 一个都没有 这么说 他们不是火车上那些导演 咱可没抢过他们 跟您也没有过去 要是这么说 黑之黑啊 那倒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那您 现在在意什么呀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那几个人 二姐 我跟你说实话吧 我其实不是导演 是 看出来了 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有点像警察 别紧张 放松那儿 放松那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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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 老郑穿上这身往这一坐 你们俩这拍子还真差不多 行 各个环节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 秀秀呢 我让他在隔壁休息呢 喂 小松 把他叫起来吧 我这当老板的早睡早醒 他这小秘书还睡觉呢 叫起来 行 走 走 晓晓 晓晓 那 Kendigo 起床了 去床了 来 买衣服里 在哪儿啊 你是中国人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们千万别误会 我 我就是有点害怕 我完全没理解 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 我已经面试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再做什么也改变不了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 我做不了你们说的那种英雄 那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呢 一切只会越来越糟 熊熊 我不管你愿意帮助我们 还是你改善独意了 我都有两句话要送给你 第一 不管生活多么混乱 最终都是可以补救的 第二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以后 依然可以热爱生活 除此之外 我还是想恳请你能帮助我们抓个牛阵 想想你昨天的决心 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 没事 别紧张 好 好 来 赖哥 人进去了吗 进去了 多久了 那有一阵子了 估计快出来了 那要出来 就跟这儿给他带走吧 您急啊 让我进去看看 好 留点声 你放心吧 哥 好 你 先生 您好 请问您需要的什么 你这有什么呀 那我给你推荐一下吧 您喝口服务的家对国师吗 哥们 我给你打听个人 于德海 余总 就是经常上这儿来的那个 对不起 先生 我不认识您说这个人 那先生 回他家对国师 你还要吗 来杯水吧 好的 先生 那就是 先喝淋个水 不至于吧 老几位 是事吗 最近把牛镇没得逞 对吗 我觉得咱应该乐观点 真的 你说咱我没跟人说就是我逮你 你凭什么让你逮啊 对吗 不过牛镇这个人确实很狡猾 他长个毛 比猴都精 如果说得对 这没什么 以后还有机会 对呗 陈队 出来一下 陈队 怎么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警方对于我们今天的事物反应特别激烈 所以呢 所以 瓦雷俩打电话告诉我 说他不会在牛镇的身上继续支持我们了 听他的意思 似乎是俄罗斯警方内部发生了争吵 那薛夫妻还来怎么办啊 看他的意思吧 我可以随时安排他回国 不行 绝对不行 牛镇现在肯定怀疑你 怎么了 我再回去找牛镇怎么样 不行 牛镇现在已经有所察觉了 我会想办法向他解释今天的事 还有机会相信我 你还没有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 我比你们所有人都了解牛镇 我能说服他 就算你愿意 我们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 你能帮我们做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谢谢你 就到此为止吧 好吗 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考虑你跟我说的话 牛镇的确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噩梦 我觉得他随时都有可能找到我 这个噩梦就永远不会行 如果说有什么方式能够弥补我的人生 这是必须要做的一步 你们知道牛镇他是怎么对我的吗 我身上全是这样的伤 畜生 变态 这种人 这种人必须抓住他 如果你们同意他回去的话 我愿意帮忙 没想到你居然能同意他去 话都说这份上了 我还能说什么呢 人这一辈子 没有几次奋不无身 别扯了 相信我 大多数到最后都会后悔的 鹏哥 我想认识李东斐 为什么 我需要他的帮忙 不 绝不肯 不试试怎么知道 兄弟啊 有的事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本身啊 就适合否则两个方面 你只有自己尝试了 才能知道结果 比如 我去商场买牛奶 你只有到了商场 才知道牛奶有没有卖的 而有的事就不一样 无论你怎么努力 它只有一种可能 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说不行 那就是不行 你心里怎么想的我知道 我懂 我告诉你啊 婊子的人人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向往摆脱了我的生活 那就是好三年 坏三年 然后你会遇到一个骚探你的 王八蛋 然后他像 折腾烟屁股一样骚探你 他会去偷 你出去 卖真的钱 怎么能就打你 你明白吗 你听我把话说完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 我把话说完 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 你说 我听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 老鱼是去见他的客户 就是你见到的那个人 他们刚聊上 一个电话就把老鱼叫走了 老鱼叫我留下来陪那个客户 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所以你进去的时候 老鱼正好不在 说完了 老鱼 是不是觉得我傻是吗 你是我见过 最聪明的人 真好不在 怎么敢让我烧香的时候 佛都叫拼命 他是真的出去了 我骗你干什么 你是说我喜欢你人吗 我就喜欢你 睁着眼睛说瞎话还醉心 知道吗 好 如果我骗了你 我为什么还回来 这就因为你 陰险的地方 我骗了 不快的人 能想象到 他的货物全会放在一个仓库里 他每天下班都会亲自去看看 那你想怎么办啊 我觉得你可以在那里动手 这个习惯只有他公司的人知道 他肯定想不到 我走不走 等会儿 谁啊 小帅 老李 他们找我聊点事 你呢 我也会在大家等我 好 好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哥 最高山 不是喜马拉雅山吗 能脑袋瓦特拉 比喻 明白吧 是在人违 是 是 我知道 这件事有风险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成了的话 我们以后就不用再为钱担心了 你们想想想我们做什么事不冒风险的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让秀秀带着你们俩去猜猜点 别到时候两眼一抹黑 你 什么意思啊 有啤酒疯 快 你要照我说 可疑 哥 我们就觉得 昨天那事 秀晓没说实话 是 这晚上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 逼我聪明 那不敢 你以为我就没看出什么猫腻 是吗 那你看出来你还听她的 我可以 为我心爱的女人去做任何事情 你行吗 行吗 我肯定不好使 就算你才骗了 我也不在乎 干啥呀 玩命啊 咱找死去啊 咱找死去啊 聪明的人啊 都得钻研更聪明的方法 其实那也是一种愚蠢 你知道吗 你才是一种愚蠢 哥 那你意思就是 就算上当 那也去呗 我的意思是 就算他骗了我 我也不会再相信你 何况 我没觉得他骗了吗 牛哥 是不是我俩说 修修骗子 你没看出来 完了你觉得面子上有点故意不 放屁 他骗了我 行他行愿 我不用你提醒我 知道吗 行 哥 我们知道了 我们也要好心 主意你拿